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的周六 印度宣布将电动汽车的商品和服务税 从12%下调到5% 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和充电装的税率 也从18%下调到5% 减税举措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 有分析说 此举可能使印度市场上电动汽车的售价 降低5万到15万印度卢比部等 约合人民币5000元到15000元 印度政府希望到2030年 电动汽车销量在常用车总体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30% 目前由于缺乏充电基础设施 而且电池成本高 印度电动汽车所占的比例不到1%